內好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廖 今天來看四季帝國的團戰4v4 這場地圖是競技場 這次參戰文明有趣的羅倫庫曼跟西班牙還有捕獵點 對手是達達還有波蘭 土耳其跟蒙古 這場比賽裡有我們台灣高手天空熊Soulakuma 還有我們台灣美女直播組小羽 小羽也是在YouTube上也有在做直播的 有興趣的玩家們也可以去搜尋一下小羽的頻道 他裡面也是蠻情的在直播四季帝國這款遊戲 好 那這一位DAR這場是不是少爺 之前四季帝國很強的一位高手 是有隱退一段時間喔 最近好像有回來玩 好 那對手比較特別的是這個灰色 是我們眾人皆之爵的Saren Saren這邊剛好隔壁就是天空熊 那這邊天空熊可能知道隔壁Saren 打法可能會有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吧 最近一次有觀眾跟我說希望可以看經濟場 就是團戰的部分 因為團戰經濟場算是新手 比較容易入門的一個地圖 打法來說的話 比阿拉伯會稍微簡單一點點 比較不會太容易在什麼封禁時代就被秒殺 到城堡時代 地龍時代 可能才會來打一個決戰的關係 所以對新手比較合適一點 畢竟一開始就有圍牆嘛 比較不容易被騷擾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是玩到這張地圖的打法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玩法 好 那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操作 天空熊這邊算是一個蠻標準的四木開局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特別講這個 木頭幾個 十五幾個 這個是有關他後面的後續發展 通常配四木的打法 就是要來打這個支撐 那 欸 通常會補到八個 八個 因為這邊封禁時代補到八人的話 農田就可以一直散 就不會斷木 那這個兵工廠 跟這個市集 比較容易蓋下去 那重點是在城堡之後 通常這個經濟場 玩法的重點就是城堡之後 欸結果左邊這邊 怎麼突然打起來 兩邊都在前線村民想要來插箭塔 那經濟場比較特別喔 就是有個戰術是塔弓狗 就是插箭塔的方式 然後做一個強攻喔 好 這個次齁被率先達到 村民大戰 村民大戰 大家都一起集火 欸 一直扁一扁 插箭塔插箭塔 箭塔也是會下 然後直接滴牆喔 看來是要來直接搶行硬拆 但是這個箭塔看起來拆不太起來了 村民要硬打回去嗎 好 好像有點困難 這個箭塔應該是沒救了 哇 這邊 DAI 好像有點慘 本來好像可以 蓋得起來的 結果有點 感覺太硬要往前蓋喔 但不往前蓋的話 這個 投資成本又太高喔 好 有一點危險 好那這邊有出一些長狂兵來防止這個伺候 衝進來 好 這邊決定不快攻了 那兩邊也算是喔 本來這個藍色也是要打快攻了 結果兩邊剛好互撞 所以這兩邊 綠色跟紫色就會極為重要了 因為這兩邊是他們的內甲 內甲在這種時候前面外甲已經打一輪狀況 是極為重要的 因為這個打法會影響到內甲的一個決策 現在他們的內甲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農暴 上帝龍時代 然後暴兵 另外選擇 就是 再配合一次藍色綠色聯合攻擊 橘色 橘色這邊的紫色內甲 就只能只有暴農這個選項 這有點像是猜拳式的玩法 別人做B你就要做A這種感覺 不然你可能會真的會出大事 如果兩邊一起去救的話 也是可以啦 但是效果可能會不太好 而且很有可能會被來攪局 好那天空熊這邊出攻兵快攻 第2T誰剛開一下而已喔 那這邊小羽是 則是蓋了一個BK 還有這個修道院 小羽來幫天空熊來做個進攻喔 畢竟現在這個裝甲戰象 打這個 成本的速度是很快的 好這邊直接捅進來 結果大象有一隻 欸迷失了方向 好大象過來 開始頂 欸結果直接要包起來嗎 沒有 這邊還是直接抄進去 要來直接拆了 完蛋 小羽這邊是3TC 標準開農的方式喔 這邊似乎沒有探查到 小羽的一個BK 所以這邊有點防不勝防喔 這個投車出來時間有點偏晚 那TC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要掉了 好那這邊小羽過來 大象生女都好了 對方出騎士也難解 這個大象 因為這個騎士一過去了就會被招走 那投車的話 操控來說就很蠻吃技術的了 但是小羽這邊 喔唷 砸到一發 這邊圍得蠻快的 欸欸欸你怎麼踢自己人 呵呵呵 他把自己人踢死了 他是不仇女 好天空熊努力的在秀操作 那在秀操作的同時喔 家裡這個經濟也在慢慢擴張喔 並沒有 舒服掉自己的經濟來源 那投石車 一直很可惜喔 差點砸到天空熊的一個操作 好那中間的房子爆開之後 要來直接硬A了嗎 但大象一直被打 可能會有點受不太了喔 可能會被砸光 一台投車要來拯救世界了嗎 完蛋 大象很快 大象快要頂掉了 好聰明直接開射 村民 完蛋 村民又要直接後撤 兩個TC都被拔掉了 那這個投車能解掉一台 大象嗎 呀有點危險 完蛋 中了 啊天空熊這一波攻兵 啊完了 真的是完了 那天空熊這邊要主要射村民了 好這邊之後我們研發好救贖思想 小羽的生旅就 倒了 小羽的生旅就這樣倒了 欸 呵呵呵 我傻眼 就俗思想好 然後 直接在投車的距離 啊又倒了 哈哈 好但是成功了把這個投石車 打了回來 但是他們家那一家突然 已經開始出這個騎士要來幫忙 小羽了 小羽了 小羽已經快要被打到生無法治理 好但是弓兵 打騎士的效果還是不錯 但小羽這邊大象可能要被頂 頭是要被頂了嗎 欸但是有村民直接 變拋大象 OK 雜光 那順便把隊友的騎士也砸死了 好 那剩下一個TC 還能繼續狗嗎 村民數有點少 村民數只有少少幾隻而已 是12隻 欸但是藍色這邊 欸結果 第一 少爺這邊是不是 又來一個塔公公 啊 塔公公這次正式在出發 但是 紫色的打法 是我剛剛說的 是直接幫忙 橘色再試一次塔公公 然後騎士來幫忙的一個快攻方式 但是綠色就很明顯就是 我剛剛說的開農方式 就是兩邊就選擇 會有出現這種差異 那通常這樣子的話 算是比較正常的一個做法 就是一個人當沙包 讓兩國打 然後另外一個 趕快拿到帝王磁帶 直接橫掃兩國 這種方式比較常見 那這邊 紫色跟橘色 這樣要做 就是要趕快 把這個 藍色給打掉 打掉之後 才能打到他們的 核心目標 才不會一直說 知道要幹嘛 要拖到太多時間 讓綠色發展起來 那這邊看起來 頭車 要上了嗎 那這邊波蘭 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點這個銀罐 這個銀罐如果有點下的話 波蘭的騎士很便宜 可以出大量騎士來幫忙 看這個頭車可能要被招走 再奧一下 可能就沒了 這邊工兵還卡一下聖旅 應該是招不到了 但是慢慢追上工程器 再奧一下 最後一下 再奧 來不及 直接奧啟士 奧到一隻 好 那左邊這邊也慢慢殺進去 但是綠色已經受不了了 過來出一些駱駝 來解這些騎士 不然這些騎士 只靠藍色的一個箭塔 體系是有點困難的 還是要蓋個城堡防守 才能守住這一波城堡進攻 好那天空熊想辦法 要再努力打進去 但是並沒有再繼續出兵 這個是細節 天空熊的兵已經開始斷了 有點在慢慢轉容的方式 他覺得已經打到很多東西了 兵已經拆了兩個PC 然後也確實傷到了 小燃的一個經濟 村民也是被塗的蠻多的 我們來看左邊 左邊這邊衝到正蓋好了 那達達這邊出了一堆駱駝 反之騎士 也是大功告成 那這邊 綠色 趕快要輪到帝王磁彈 然後去這個中間的位置 去插個大噴寶 直接攻破紫色 插這個位置 先把紫色幹掉就可以了 因為橘色已經前期投資了太多大量箭塔 再去先去滅橘色好像意義也不太大 雖然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擇先滅後面這一國 那家是比較危險的 但是那家跟綠色看起來 兩邊都是有出兵 但是能夠不錯 但是橘色看起來是經濟爆產 那綠色雖然有出兵 但是經濟已經是比紫色還要好 因為紫色出兵時間比較早 TC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經濟上肯定是會略遜色一點 好那Saren這邊 慢慢的把投車往前開 那TC也在往前幹 要來收復私處 當然收復私處的話 沒有這個城堡的話 恐怖點困難 欸這邊自滴騎士 結果是不是 以為要被招惡 根本不是喔 但是小羽這邊還在繼續在著想 欸著想到騎士沒有去追頭側 或是拉回來 欸有有拉回來了 這還是要拉回來一下比較好 不然這個先送掉的話 就沒辦法做到 欸你不要衝動啊小羽小羽 那當然這個 這個就要喊往後走 往後走就沒救了 呵呵 這個Saren這麼前面 遇到刺火的情況下 就直接著想著到底了 就不用再回頭了 因為你回頭也沒用 絕對會被刺火追到的 好 但是綠色派了一些駱駝 要來幫右邊Saren這邊 Saren這邊也是把這個PC 重新蓋一下 這個森女 在著想駱駝 天空熊想要保護小羽的森女 但是用一點多只能往後退 再不後退的話 又被頭車砸到 但是小羽有順利的打到一台頭車 戰況非常厲害 但森女現在一手就被打死了一個狀況 那這邊天空熊已經順利點下地龍時代 欸沒想到天空熊打這麼的兇喔 還可以跟綠色差不多一樣 時間上城堡 欸上地龍時代 這上的時間蠻早的 然後紫色率先突擊喔 打這個城堡 想要蓋在藍色家門口 結果說不知 欸直接被打了個回去 這邊充滿直接拉回家 因為這邊有大量駱駝 要來插什麼 才不太可能 但是這邊充滿如果被抓掉的話 可能會血虧 好那看一下天空熊這邊 可能要被守住了 波蘭的兵喔 越來越多了 波蘭的重裝騎士也好了 看起來六則騎兵已經研發好 這貴族特權 可以讓波蘭爆出非常大量的重裝騎士 除此之外 這個重裝騎士 是有三攻的 雖然沒有三防 好 看起來天空熊 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推了 可能要先鎖住了 因為小雨 這邊也投資了非常多的黃金喔 跟這個頭車 在這裡喔 所以自家的經濟 並沒有像一般的內家那麼好 你看經濟家裡好像 有點貧窮的感覺 就像這個時間點 該有的帝王時代的樣子 欸這邊怎麼穿爆炸 呵呵 那個打打出的這個自爆駱駝 看一下 自爆駱駝是我出嗎 好像沒有 那自爆駱駝是打打一個特殊單位 是專門特製這個騎兵單位 可以炸掉一整排的駱駝跟騎兵 甚至蠻強勢的一個陸地版自爆兵的概念 專課騎兵專有的 好 那這邊火槍開始慢慢出 想用來甩槍 然後駱駝 可以完全 counter目前的這個陣型 縱裝騎士 跟這個 馬上火槍兵 都可以用這個駱駝 有效克制 但是 看起來 右邊這邊 戰線 又要再倒一次阿 巨頭很多台喔 不是很多台 還有一台 我以為是三台 這個是劍死在射 OK 好那這邊 TT要掉了 看起來這個 重裝 騎士 依照弓兵還是有點難受的 好左邊這邊 大戰看起來 結果沒有打到底阿 這邊等到這個 重裝駱駝好了之後 好 再來再繼續硬上 但是綠色這邊 攻擊力沒有滿 沒有關係 防禦有全滿 防禦有全滿 情況下還是可以達出 不錯的成績阿 但這邊可能 不要一直去 硬搶硬打後面的這個 火槍阿 我們要先把這面的這個 騎兵全吃掉 然後就是這個城堡 蓋起來 不要增掉 那這個城堡會蓋起來 那還有83% 那是85 89 90 92 93 94 95 96 98 98 99 99 99 98 98 8 98 98 99 99 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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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堡還在99班就停住了 太歸啦 左邊戰線可能要被綠色這個帝王子大直接暴打一波了 既然紫色也剛剛前期也投資了蠻多軍事單位喔 好 那有小羽的這個曲折羅倫的駱駝出來了 曲折羅倫的駱駝是相當厲害的 打這個騎兵喔 會有這個額外傷害再多40% 這樣才是4% 所以這邊大量的波蘭騎士過來喔 遇到這個 這個騎兵的駱駝真的是太難受了 大概5刀左右就可以砍死一隻騎士了 曲折羅倫的駱駝真的太扯了 其實數量看起來有點優勢喔 但事實上曲折羅倫的駱駝還是依舊的非常有優勢 好 那這邊駱駝大量碾壓波蘭的騎士 雖然很便宜喔 但是也只能瘋狂倒地 所以弱駝跟紫衣的組合實在有點困難 好 開始這邊駱駝也順便上了帝王時代化學三級色也在研發 更多的單位過來了 紫色過來救右邊沒有人去救少爺這邊嗎 這邊橘色看起來又涼涼了 但是卻把兵派來天空這邊想要來直接收掉死了 但有點難收掉的感覺喔 這邊大量的遊俠直接從右邊衝著過來想要來反擊 但這邊反擊感覺效果還不錯 那左邊這邊持續在進攻 這邊防守的增位置交給橘色 橘色這邊能拖多少時間就多少時間 那紫色的話趕快把這個青色也一併達到 但是看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這城堡量有點多喔 單城堡在這裡喔 你要衝進去也不太可能 遊俠的話就只能跟這個附隊喔 一直持續的交火 那這樣子的話就達到這個波蘭的目的喔 波蘭這個就是一樣 趕快拖時間 等待救右過來救 只要時間越長的話 甩人就更有越有機會喔 再復活 那蒙古這邊復活是比較緩慢一點 畢竟他是沒有任務的經濟加成 所以這邊要打起來的話 可能要在一段時間 蛇人層可能再回到戰場 不然這邊現在出兵意義不太大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這個經濟農起來 但看起來沒什麼太多腹地可以農了 這個大量金礦跟石頭 都被天空蟲給轟住了 好那這邊一起聯合集會波蘭 突然這邊大量的一個建築物 開始被拆 小羽的戰像又再度開了出來 游侠去往右補 好那時候看到 情況不妙的一個達達 開始把兵們往右破 往右派了 但是這邊看起來要沒了 橘色這邊 正面的單位越來越少 雖然這裡還有一些大量落頭 那藍色則是出了非常多火槍兵 開始要來進攻了 反正是藍色活了下來 蠻意外的 這樣左右兩邊的外甲 都被當著殺到隊長 好當然 遊俠直接過來砍 小羽的一個村民 這邊村民要大戰零頭了 完蛋 哇塞 這個真是火鍋結了 好 擠英怪擠英怪 裡面再戳一下 裡面再戳一下 好裡面有更多的村民 但是套竄進去 但是裡面是個死胡桃 那這邊會不會有 英雄來救捨戀呢 但是忽然不出奇兵了 開始轉出大量的一個重裝殘養兵 加上這個槌子兵 要來反擊一下這邊的 駱駝單位 反正是出了大量的戰矛 要來克制 天空守的一個強弱 左邊戰線看得起來在跳XX了 但是有大量的遊俠要南下研究 要來拆這個巨頭 大量駱駝直接在裡面 開拆TEC 火槍兵這裡要保護一下 不然火槍兵會被收掉 但是火槍兵沒有人要理他 直接路過 他的目標只有這個巨型頭駱駝 好 看看下面這邊要大戰了 下面這邊戰矛直接往上頂 馬公直接射駱駝 還有錘子兵也上來硬敲駱駝 駝駝難把成功用高搶 對著個緊張當勞的傷害 大量的一個急兵也過了 但是這邊直接遇到大量的錘子兵 直接當棒錘打 直接敲爛這邊 急兵 但是後面還是有蠻多戰矛兵的 這邊戰矛兵 直接輸出效的話 大量看起來還是我覺得可以復活了 大量家裡面TC要越少 能量村民要越少 裡面有油小在直接開砍 這邊水能之也是相當慘重 小鏈的村民已經降至 剩下66村了 但是現在還是有3TC在運作 因為雖然他在前線這邊 已經被插得差不多 但是在後面已經慢慢再發展起來了 這邊TC的黃金處 這個龍地安礦點 這邊是小鏈的一個基點 有這個 基地的一個地點在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看起來實在過個十分鐘 又可以出來再戰洗面了 反倒是這邊DAI好像有點慘 這邊雖然有討納 但是川民宿 只剩下有三村 這邊產的TC也是比較偏少一點 只有2TC 並沒有開到4到5個TC 可能也是沒有地方可以擴展 這個地方 容量的地方真的有點少 安全地方太少了 大部分的地方都在開戰 好 左邊看起來 這一波 已經沒救了 但是 小羽 跟紫色 過來救一下左邊的戰線 EAI 好像能 再次 活過來的感覺嗎 我這麼覺得這個圖爾西有點在雷 他還指出圖爾西火傷點 遇到遊俠的話可能被啃光了 他這個時間點也差不多把自己經濟濃爆才對 但這邊聰明書還沒破百了 所以 鎖死有點怪怪的 農得比較慢一點 好 天空熊這邊再度想要進去嘗試看能不能打到一些東西 天空熊真的蠻針對的 但是這時候小羽出了這些 六環童子 還是九環 出這個童子 可以 人形奴炮的概念 可以大量打倒大量步兵 跟遊俠都可以 可是這個是要擊火 但是遊俠的話包插上去還是蠻容易打倒這些兵的 那這個兵種比較害怕攻城氣 跟一些遠程比較高的一個弓箭手 那這個單位喔 血量也是不多的 那他主要是升級步兵 那很多人以為他是升級近戰單位 那他其實是步兵單位 認真這個工兵的科技 把這個防禦散去 哇 直接剛講完 你就被投死器砸了一發 完了 全部殘血 被砸一發 哇靠 倒光 但是也順利收掉了 哇 這個一砸 哇 天空熊撐寶 看起來蠻寶 大量衝車直接往上頂 突然大量水子兵直接上去開敲 好 那這邊有很多的一個 清洗兵 讓他們跟著跟上 那錘子兵給的壓力很大 但是不裂碟 的成功熊 已經出了非常多的長攻兵了 長攻兵應該還是能順利解掉這些步兵的 步兵是很怕弓箭手 但是這一通勢要怎麼處理呢 清洗兵依舊在這裡的人形如炮 好 城堡要把你撞了嗎 撞的掉嗎 這個城堡有點多 哇 很多重車已經變成城下了 這個衝車在西蘇的電子傷害 我效果太好了 衝車這邊直接要來一撞了嗎 這邊 衝車直接首點 單位 沒有讓他自由開火 去射這個衝車 在這邊修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然後三台衝車 敲得很快 哇 真的不會是大衝車 直接撞回了兩台城堡 那忽然這次經濟搞成功 大獲成功 但是補裂碟 有點危險 頭車能投到嗎 OK 跑掉跑掉 這個絕對不能被投到 長攻九在控制這個細節操作 忽然被這個鐘頭一砸下去了 這些長攻兵瞬間消失 就跟那個 鬼哥一樣 太推了吧 好 成型無套直接一個閃射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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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大量的戰毛直接攔截 哇 這個戰毛直接硬抗 但是他自兵 所以對戰毛來說 並沒有那麼害怕 好 看起來 左邊還是要慢慢推進去 要來蓋一下致命的城堡 咻 但是這邊DI知道自己這個金礦不保 所以不把自己的金礦圍起來 讓對方有不太好挖掘 只剩留下這塊大軍給對方挖 那自己即使滅果了 還是做了很多事情 蓋了非常多的城牆 蓋第二道防線 咻 結果Selene不去就右邊了 是跑去幫左邊嗎 這個蒙古圖地了 還是往左邊跑 那好像對我剛剛走 沒關係這裡靠我們自己來 我們去右邊 右邊看起來不妙 確實 天空熊溫小羽 聯手出擊 看起來要把右邊拿下來了 目前Selene加野最後的TC 也是有點慘 這裡也沒深度好聰明 但是還是有幾片錢 可以裁免聰明怪慘 好這命看起來 天空熊溫小羽的聯軍 勢如破除 但是Selene的一個 啊投車 看給我咋的 這命小羽又想要硬點 但硬點的下場 我們在持一發投車 哎呀這個投車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硬點了 哇小羽又要硬點了嗎 哇這是硬點 我好險沒有遲到 但是應該硬點的關系 這個大量的蒙古圖地 直接收掉了大量的九凡桶子 大量的池地在這裡 那這個蒙古圖地 第一排就是打這個工程器 看那個工程戰像 血量也是掉很快 好那這邊Selene慢慢弄回來 蒙古圖地 也已經升到了這個 最高攻擊了 6加4 那等這個精銳一好 就再更猛一點 但由於Selene是屬於一個 復古的一個地位 所以這邊經濟上 可能爆除這些大量的蒙古圖地 也是極限的 然後再過一陣子 可能才可以再把 蒙古圖地 精銳點下吧 好 左邊戰線看起來 紫色也要大獲零頭了 雖然這邊已經有 一個不錯的建築學在左邊 但是右邊有很多的 戰毛直接開插 但這個戰毛是這個 橘色的 那戰毛打這個馬路 效果是很好 那也要打得到 目前感覺夠 打在這個 這個大路馬上 好那中間這個位子 小雨想要拿下 但是 大量的槌子兵 直接在城堡也 底下開敲 這邊不具量力啊 這個槌子兵有點 在勒送了 但是他已經超掉 滿足單位了 吃了非常大量的 箭矢單位 直接有神射於波兵 那天空熊 再次網路突擊 右邊的一個TC 好 天空熊這邊在路進攻 小雨也在跟波蘭對打 但是小雨把這個城堡 戰線慢慢蓋了出來 中間的四棟城堡 連環寶 支持了中間這個戰艦 那這邊 Selene跟波蘭的一個領地 會燒到清牢 可能波蘭 要想辦法 把這個 高雨的冰龍可以頂回去 那目前這個打法 我最好是出強弩 最好是出駱駝 跟那個 環子冰龍 剛好波蘭有強弩 又有拇指環 又有三級色 什麼都有 這時候要轉 強弩的話 可能投資可能會更高 所以他可能要 思考一下 要怎麼轉更好 好 那左邊戰線回到這邊 有大量戰毛 跟大量洛瑪 這邊突出來 那什麼洛瑪的量子也還蠻多的 那 擴慢的洛瑪 嗯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特色 只是跑得快而已 那所以跑得快以外 到前陣營是當炮灰啊 但是後面有大量戰毛 支持來打那個 這個騎兵跟這個蠻多瑪 看來講不夠多 可能會被土耳其的大洛瑪直接往前 土耳其的遠方非常高 有七喔 非常不怕見識的一個洛瑪 那這個七防 沒關係 戰毛怎麼打都是有異敵喔 其實 不是土耳其的洛瑪 洛瑪被戰毛打也都是異敵的 因為戰毛只能到六弓 這六弓 確實有點慘 這跨起來沒有點 好 先大量的戰毛被這個騎 洛瑪追上來 可能要不保這大塊的林地 可能都要收村了 沒有這個 急兵啊 這邊單純洛瑪去扛 有點難扛得住 好 但是 這邊 完了 陳寶又掉了 直接撞掉 大衝車 無情開動 那右邊呢 青鋒熊這邊 右邊有沒有打出一片風柴呢 大量的一個馬 龍武武器 開始在 反擊喔 社民這邊 急兵也在打 那急兵加肉馬的方式 似乎有點困難 這個主環同組 打垃圾兵效果太好了 好 看起來 青鋒熊這邊 還在慢慢想要打進去 但推進的速度很慢喔 因為巨型紅石機 要慢慢一個一個砸 一定沒有像重設一樣 可以快速推到大量的一個建築物 還是要依靠這個紅色 砸起來 比較好一點 看起來這邊 看起來還是怎麼樣 左邊已經進去寶教的方式之後 貓線想要被斷了 貓線一段 可能會被立即打出不去喔 巨型紅石機 不過我們還在 連續的全貓反殺 但是 給馬功數量還是蠻多 35隻馬功 打打和馬功 很快成形 其實被的這個安血 但是 跟無死狂了 但是沒有高低速 讓這個打打的馬功 對傷害比的很好 或是 競技場在打打 這個文明領有點小小 看 用競技場的高低速 競技場都是沒有的樣子 然後全部都停地 所以沒辦法修這種高低 高低或低低差的一個問題在 好 突然 加上整面的蒙古土地 開始要來正面抵擋小羽的進攻 小羽大量的緩子兵 直接 開始上兵 開始打 但是這邊有點 失誤喔 小羽有點失誤 沒有拉打 完蛋 好 但是 六兵有大量的一個洛火 直接開始 等有武武器 這洛火效率還蠻好的 直接開這 然後這邊有拉打輸射 可能手指這部 好 那小羽這邊要被包夾了 後面有帶到長毛兵直接包了過來 前面還有肉馬 這一坨環子兵要送光了 沒了 這一坨送光的話 可能要帶來成形的困難 但青龍蟲過來想要救 長毛兵從右邊慢慢過來帶頭子車 差點砸到 再來一發 哎唷 砸到了一些長毛兵 完蛋 長毛兵直接反擊射掉了這個屁頭 但是蒙古土地跟大肉馬直接過來 蒙古的肉馬血量非常的多 肉馬直接硬貼 這個工兵也是非常困難 長毛兵直接硬點蒙古土地等 隨便這邊有一個V陣型 躲掉了一些青龍蟲的箭矢 但是蒙古看起來 青龍蟲覺得沒救了 不強後背頭兵了 也就是原地戰A 那原地戰A的下場 也就是絕對大量的兵了 雖然這個長毛兵數量還是蠻多的 還有組織 好 但是這邊的小羽又 害了更多的駱駝 直接殺了回來 看來這個環子兵了 還是要搭配一些駱駝 扛增的比較好 好 問題來了 貿易先以被斷 貿易沒有的狀況下 天空熊這邊要怎麼不去打呢 城堡小羽可能要面臨第二個問題點了 因為左邊紫色也快守不住了 待會左邊戰術要變成小羽要扛 待會的局面 就會變成二打四了 因為連紫色紫色都守不住的情況下 天空熊和小羽可能要大難0頭啦 但我覺得天空熊打的真的很好 這個長弓兵搭配這個大吉兵 效果真的太好了 直接戳爆一堆 馬的單位 然後對長弓兵就可以速度到非常多的一個血量 他跟長弓兵好像能量有點少 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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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弓兵就在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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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下有點困難 左邊這邊 又踩了一些肉馬 又來稍微擋住了 這邊只泡 綠色還是有點困難的 小雨也開始往左邊開始猜 自己家門左邊的門面 也要被突襲了 但是正面城堡一直被拆 只剩一拆到剩一座了 裡面還有兩座 外面的都被拆得差不多了 好大量的馬直接上了陰營A 天空城堡的一個正面部隊 正面被解掉了 這一波的途徑看來要被抵擋住了 突然可能可以活下來了 開始大量的工兵直接在裡面 開始了村民 但是後面有非常多的肉馬直接跟上 工兵看起來是不處可逃了 左邊這個位置 沒了 全部都沒了 好 彩色大量肉馬直接來砍貿物線 貿物線被拉到生物法治理 這個貿物線看起來蠻香的 這個四級該這個位置 直接該在Selen家裡 現在要跑一個長貿易 但是這個肉馬肆虐 現在天空手奴力在補持牆 把這個戰線綁住 這個兵有點多喔 有點難守不住的感覺 左邊這邊戰毛直接 還在往前頂 但是我覺得有點太危險了 這邊小羽的兵直接過來 送一波沒有在空 太忙太忙了 空不來空不來 下面這邊也在打 小羽真的是 滿不不來 長工兵直接退回十牆後 開始兵用自己的優越射程 然後直接擋守自己的戰線 那這邊能不能守住呢 這個門口這個門口 還有三個 十牆沒有蓋好 城門這邊在補 好 小羽都在進去 他已經死了 看前面說這邊還沒有放進 小羽的車門就直接開砍 然後大家兩個肉馬直接砍爆 但是後車又過來了 後車也被打掉 然後小羽這一波 駱駱很強 真的需要支撐壓 這局還有韌方 絕口 短光兵速度要慢慢堆移得起來 遠門往前推 後面有更多療駱過來了 少女的鬧力看起來 是要跑起來的 小紅小長工兵速度要快 إב 還須回來了 還有機會嗎 但是他們要準備大體進攻左邊了 這邊看起來是要用實力來吹進去了 只要吹到這邊小羽的心就爆了 那貓一線也會爆 那聽說他們也只能打GG 所以右邊只要抵擋住就好了 欸!結果!橘色打錯GG 全速投降 欸看起來這一波團戰喔 問題不大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做到自己該做的事情 但就是決策上可能 可能小羽要早點去一去就橘色比較好 看起來這邊綠色 SALEN這邊的隊友更有協調性一點 就是綠色 明明是在左邊喔 還是會去跑去右邊幫忙 那就是團戰需要的溝通點 並不是真的就是打2打到底 偶爾還是要去支援一下左右邊的一個位置 能推就推嘛 剛剛那個情況我覺得天空熊跟小羽打得非常好 但是這邊綠色這邊機東西更好一點 就一直在去幫忙右邊左邊 所以讓右邊喔 本來這邊波蘭也是要被推掉的 但是被這個綠色給救了回來 所以導致天空熊這一波進攻沒有到非常的成功 那經濟方面看起來 波蘭跟天空熊兩邊是比較好的 天空熊這邊黃金挖到3000多喔 看起來是把SALEN的黃金也挖走還有石頭 所以導致台這麼有錢 那看起來小羽的成績也是不錯的 黃金也是有跑到蠻多的 貿易的黃金也是有跑錢 所以這個經濟一場喔 團戰的細節 後期是一定要跑這個貿易的喔 不跑貿易的話絕對是會打得很慘 只能用垃圾兵打 那如果對方有跑貿易的情況下 可能我們就被黃金兵壓著打這個垃圾兵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